第二个现场最新的消息是要来关系的是在嘉义县的水上香 这个国艺的女生呢 她说在洗澡的时候 没有想到洗脸台突然是爆裂了 结果这个碎片就割伤她的右腹部 造成一个长达有30公分的伤口 当场让她是吓得嚎啕大哭 家人也吓坏了 赶快将她紧急送医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王岳芳 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掌握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在嘉义县的水上香 在这里呢 这间浴室里头呢 洗脸台突然的爆裂哦 造成碎片是非 全都掉在地上 也是少女呢 前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洗澡 结果这洗脸台呢 突然爆裂把她的右腹部呢割伤 伤口呢 长达30公分血流 不止吓得她是当场嚎啕大哭 那么来听听阿公的说法 阿公 我们总统进来啊 我总统进来已经两岁 我已经准备 一坑准备 我到这边后边 一坑准备 一坑准备 阿公 阿公说呢 当时呢 听到哭声呢 就赶紧进来查看了 结果发现呢 严信少女被洗脸台给割伤了 赶紧把她送一急救 那么医师呢 是紧急将她缝合了 伤口一百多针 目前呢 严信少女还在住院观察当中 家属实在是很心疼哦 说那个洗脸台呢 是三年多钱买的 那也是一间水上香的 一间水电行装设的 那么将会去追究厂商的责任 那么这下一次目前向前提醒镜头 交还给蓬莱主播哦